這個要撐著吃 哥哥他居然做串燒 而且哥哥我要跟你講這五串 他做了一個多小時 因為這個雞脖子使他 我要看串燒 真的嗎 在家裡怎麼做串燒 家裡其實用瓦斯爐做 我覺得比炭火要更方便 哦 就是這樣子直接弄一個架子就做串燒 對對對對對 這架子哪裡買的 哎這個是日本京都那個石河公王的架子 我看的很優耶 對啊他就是就是要買有這個餃的 大部分都沒有 台灣做的都是用手拿 那個他會太累 就是要買有這個餃的 哎你烤了什麼大蔥哦 對這個大蔥烤起來很好吃 哇怎麼可能現在為什麼有大蔥 季節到了嗎 對 可是我不知道這是進口就是冬天 冬天現在冰江市場已經有了 哇所以要去逛冰江市場的意思了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吃真的是什麼串燒 這個是雞脖子 雞脖子 對我當初去上課學 我就是為了這個雞脖子 你自己剃的嗎 不可能吧 對啊自己剃的啊 因為雞脖子剃兩條嘛 我記得 對對對 哎四姆你好厲害 對雞脖子剃兩條肉 下面的那一個是比較寬的 就可以做上面這個肉串 然後另外一條比較細的就是 串在下面 我現在對著你的脖子 哈哈 可是這樣子 可是這樣子要剃多久 我現在 一條雞脖子 我現在這個技術還不夠好 所以我剃大概剃 剃一個的話 我大概大概要10分鐘 可是很厲害啦 所以這裡面就要 50分鐘了對不對 差不多 然後再加上串 所以 對 哇這一串不得了耶 這五串要花超過一個小時了 那這個 這是因為我現在 土耳技術還不夠好 等土耳技術好一點 他們應該是可以 都可以串很快 可是因為市場上 並沒有雞脖子 這個平常 對對對 沒有這個一定要自己會學 在家裡做串燒 技術還是不少 是 撒鹽巴也是哦 這麼高下來 他真的不要醃 你就是邊烤邊 邊撒鹽 然後如果你要做其他口味 就是之後再塗醬 真的會這樣會比較好吃 因為市場稍微有兩種 鹽一種是醬 對對對 那因為這雞脖子 它其實本身的那種香氣 油脂很多 所以我就只有 而且還有我串太少了 哈哈哈 這個雞脖子是Rita自己剃的 哦哈哈哈 所以這五串做了一個多小時 還包括串 好 哥哥你先吃 我 客氣了 太棒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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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燻過是不是啊 那香氣不太一樣 它直接在玩市路上烤 直火烤 用直火烤呢 為什麼有這種香氣啊 很有勁道呢 而且它奇怪 它烤的雞脖子有一個香味 對 洪章你吃啊 快點吃 太難得了 太難得太難得了 嗯 怎麼這麼有勁道 這土雞脖嗎 土雞脖 哈哈哈 真的啊 這個我覺得它 保師傅會說這是土雞脖嗎 對 這個是土雞脖子 哦對嘛 肉雞怎麼可能這麼Q 他說很有勁道 太棒了吧 嗯 真的很好吃雞脖子 而且燒烤煉我都會點 但是我沒吃過這種味道 因為他們都做醬燒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是鹽燒的人 我大清早 今天大清早 我已經先跟那個雞飯講說 叫他幫我留半斤的那個雞脖子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會改 因為我之前真的有試過前一天先用 真的就味道不會這種鮮甜 不能先剔下來啦 嗯 而且因為現在台灣我們這邊買雞 它都已經是冷凍的嘛 在解凍 不是限殺 所以這個我沒有辦法 就是我之前試過 就一定要當天用當天吃 嗯嗯嗯 裝飾這五塊 有沒有很誠意